最後存檔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我們現在的檔案 預設值是xlsx 那這個x 裡面並沒有儲存VBA或 錄製聚集那些東西 所以如果說假設我們已經寫了VBA 那如果你一直存檔就存這個的話 他會把VBA全部刪除掉 除非你要把它存的時候改成xlsxm m的話就markle markle其實就是聚集 其實就是VBA 比如說你要能夠儲存這個格式 你的VBA才會被儲存 如果你存錯格式的話 那你的VBA就全部消失 他就整個就刪掉了 就全部都沒有了 等於要重寫了 OK這個程度要注意一下 那怎麼存 我教各位一下 那可是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上個禮拜那個檔案 他沒有問 因為上個 上上禮拜那個是什麼 他是xls 他沒有x跟m 意思說他那個格式是2003的 2003以前包含 他就沒有區分 到底是x還是m 主要原因是 以前的格式 他之前最早是有聚集病毒 所以他後來為了要 解決聚集病毒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把它劃分一下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這樣劃分之後 好像也沒什麼聚集病毒這個問題 好像現在幾乎沒有 沒有沒有在發生 那以前沒有 以前一儲存 然後也不會問你喔 直接打開然後直接中毒 直接中毒有些甚至 一直亂開視窗 開到你當機為止 最早 不過那個可能 如果你們 有印象的話 那時候應該已經大概十幾年前 的事情了 最早 不過 如果你 十幾年前 還沒開始用這個的話 應該也沒印象 OK 那我們儲存的方式 記得 檔案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我是建議你用另存 或者是你儲存也可以 假設有習慣儲存 他會跳出這個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 無聚集 無聚集就是 X 是沒有聚集的 所以你一定要按什麼 for 現在for 你不要按4的話就完蛋 4就不見了 按for for他就跳什麼了 你要瀏覽一下 瀏覽什麼 你按下瀏覽之後 再去選 選什麼 這邊特別之后 他跳這個 你就選存檔類型 有沒有 活躍部嘛 所以特別之后你就點一下 下面這個 然後選哪一個呢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這個 是啟用聚集 然後副檔名是xlsm 有些電腦有的時候他不會出現 這個後面的副檔名 你就記得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按個儲存就可以了 好 存完之後的話 把它關閉 不過你會發現其實就另外一個檔了 原來的xlsx還在 它會多一個xm 多一個m 當然理論上一般的電腦 有些是有副檔名 像我們這個現在是有 所以你會發現我把 圖檔的格式 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這邊檢視裡面把它稍微變大圖式 你會發現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這邊 這個是原來的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是我們新產生的 然後這個格式跟這個格式最大的差別 圖示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嗎 驚嘆號 副檔名這邊會出來 可是如果你電腦 不會有一些電腦的設定沒有副檔名的話 你可以檢視裡面 把那個副檔名 這個把它 再打勾一下就好了 這個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環境是Winth Winth 我不是確定說它都有沒有檔 你就自己 其他環境可能就是大概稍微 注意一下這個 因為你存座檔的話 你的VBA就會 全部 消失了 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 就會繼續再來看 這個 邏輯的部分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這個邏輯函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